你好 欢迎各位来看我们的第三集 这次最主要是我们请了李冲师傅 来讲解一下关于海外房地产的一些资讯 与风水航来讲解一下 李师傅 其实我们最近香港人很多天都 最近有一个移民潮 尤其是英国也是一个很热门的 可能因为情意结的关系 李师傅可不可以讲解一下我们香港人 和英国民团队或者其他地方都很好 我们升职过去从这个风水或者一些原河 好 欢迎大家看这个节目 Jason 了解我们公司会有这方面的资讯 如果作为一个风水原河的角度 首先我们要看几件事 首先就是国家的文化 第二方面就是国家的地云 这两者能否结合到香港人的符合 如果是的话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首先如果我们讲一个社区文化 以前一直以来香港都是英国的殖民地 虽然现在是回归了中国 但是在我们的生活文化里面 都属于一个大都会的认识 夹着很多英国人管制开的一些法例 或者是生活处事 所以如果在社会文化这方面来说 我相信香港人过到英国就不会太过不适应 就是第一点 第二点方面来说就是 如果你说会有一些可能要设计的地方 就是英国的文化方面来说 就不跟香港那么急的步伐 以我所知英国就是 可能你每一天只可以安排到一个活动 譬如说我下班去市场买东西 那你那晚就很少会再约人去街 对的了 因为有30分钟 就是牢套嘛 就是比较深规一点 香港人就不夜天 但是我相信这件事 香港的生活那么紧迫 现在人们为什么经常都说移民呢 就是觉得做就好像做得非常之多 九个小时的工作是不止的 只有10个小时的工作 没有时间 因为英国就会比较是 这一方面的情况比较优胜 香港一点 第二方面呢 有一个非常之好就是 其实英国的地运 其实是不错的 英国的地运是相当之不错的 而第二方面就是说 由我们香港去英国的方向 其实就是向埃近是西至西北之间的路线 这个方向来说 如果我们按回这个风水沿河的角度来说 也是一个叫做有运行的方向 西北 今年是 不是今年是二十多年 即未来二十多年进行 但这个方向也是一个不错的方位 是 好了 变成来说 首先我不用担心 就是说我过去的运会不会不好 我不用担心 第二方面 文化方面来说也不是难接应 第三就是关于英国自己本土的地产市场 其实英国呢 其实如果你说在风水沿河的角度来说 英国的地运因为不差的关系 所以如果你说作为一个投资 可能是 譬如你可能是移民 你投资移民一般可能现在都在说 好像要二千万个公司 这样也不需要 现在不需要 对 不大约 如果作为一种投资的方式来说 我相信英国楼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是的 那本身的Jason 现在你们有什么区域可以选择 我们通常都是以伦敦那边为主 伦敦全都可以了 这些这么鼎盛的地区 他本身在英国里来说 本身这一块地所在英国里面 那一定是好 不然他都不会特别出名 是的 没错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说在投资 而那方面 英国其实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但是很多人 除了觉得就是说 除了个地方有运之外 可能他就会选择他自己的命 那我的命 会否升到英国呢 没错 这样的情况 这些可以给大家一些讯息 会不会说 熟悉一些什么类型的东西 是最有利的呢 还是怎样呢 这一件事 反而我们就不是用一个十二生肖 这个去计算 因为这个我们叫做 是一些十二生肖 一些茶余饭后 来给人家的风俗文化 反而我们会看看 就是他自己本身的八字 的一个名格 现在坊间有很多的 手提电话 你输入自己的出生 那个apps 你都知道的 基本上都知道的 那些什么人 会特别适合去英国的地方呢 就是那个八字 金好重的人 金好重 我们有五行 金木水火土五行 如果有八字 金好重的人来说 因为在五行里面 金是属于西方的 如果你的八字 金好重呢 代表西方这个方向 对你有缘 对你有缘分 那你就会 特别觉得容易适应 不是说 因为你的八字 金重 所以去到英国 就会飞煌腾达 不是这个意思 是你会特别容易适应 始终你有没有运行 都要视乎你自己的命格 当时就是一个有利于 运行的运行 但是如果你的八字 金重的人 走去西方这个方向 你会特别有缘分 就是说你会 容易适应得到 明白 李师傅 大家都知道 英国 就已经是最近 是脱了欧 没错 对于这个 的玄学上 你怎么看呢 其实这个 反而不是 真的太关于 玄学的角度 反而可能 脱欧这个问题 只不过就是 有些人担心脱欧之后 会不会那个 英镑 那个浮动的问题 但是我想说 脱了欧之后 对英镑 是一个利好的作用 大家有些朋友 可能见过我 做一些财经节目 其实我也分享过 英镑未来 是一个trend上升 如果你做一个英国的投资 那你就相得亦章 是可以参加这个参加 啊 港位投资 那我们香港人都 喜欢做生意 那样 如果 我们本身 对于一些西洋人来说 我们在香港 是有一些公司 那其实 会不会迁移过去 还是 或者是 在那边开一些分公司 这个就真的 很要视乎 究竟你多几年 做了什么的 我相信 这个不得一概念 索金方面 会不会有理呢 这个也不太关系 这个就没办法 我们可以跟个圆河跨道奥 因为这个 你知不知道 这张公司移到英国 你视乎你现在 因为你香港 有很多不同的生意 对不对 那比如你在香港 你买这个 我们叫做 元宝蜡烛的生意 你过去英国 可能没人买 哈哈 所以我们就 视乎生意的 理解 理解 OK